欢迎大家继续学习心理讲讲啊 心理技术教程 那上次课呢 我们学习了list集合函数 那本次课我们的重点就会放在set集合函数之上 那set集合函数呢 set也是集合函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副接口 那接口的话呢 我们要看一下API 它在set这样一个接口哈 也是在加瓦点有Tier包里面的 它这里特别介绍了哈 它跟list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是一个不包含重复元素的collection 不包含重复元素的collection 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set是一个接口哈 你会发现它的这些方法跟list非常类似 那我们要学习的当然肯定就是它的一个实现质类 一个是哈希赛特 一个是tree 赛特 哈希赛特和tree赛特是它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实现质类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tree赛特和哈希赛特有什么不一样 tree赛特 tree哈 翻译成中文就是竖的意思 也就是说它底层其实是通过二叉数来实现的 二叉数来实现 那哈希赛特呢 哈希赛特呢 它其实是通过 是由哈希表哈 来实现的这样一个set集合 那好 分别看一下tree赛特和哈希赛特 嗯 tree赛特的话呢 嗯 看一下它的构造方法哈 首先可以构造一个tree赛特的一个对象 然后可以通过add方法啊等等哈 嗯 去添加这样一个元素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构造一个tree赛特的一个对象 来测试一下 这里呢 已经有一个set test类哈 跟上次课一样 专门做一个测试类来测试这些tree赛特和哈希赛特 tree 赛特 哈 赛特 当然首先要导包哈 导入这个类 因为这都是加伯已经做好的 new tree sat 我可以使用它不带参数的这样一个构造方法哈 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这是一个空的set 根据其元素的自然顺序进行排序 那接下来set点add 为了验证它的排序我们可以试试 add7 set点add1 我加入三个整数 分别是17和1 接下来又是便利集合了哈 只不过呢 从list改为set 看一下 因为它们最终都是实现的 不管是list还是set 虽然它们都继承了collection接口哈 所以它们很多方法都是继承下来的 相同的这样一个方法 有一个size啊 那还有一些add方法等等 当然呢 它有一个指针函数 比方说first啊 还有last first就是指向第一个函数哈 第一个元素 那last呢 就指向最后一个元素 所以最低和最高 那看一下 inter size等于set点size4 inter i等于0 i小于sizei++ 记住它们的下标都是从0开始 system点out坚持inter ln set点 set点 get i 好 本来呢 我是很想让 很想让这个set对象哈 跟list对象一样调用get方法 结果发现报错 报错 它会说根本就没有get这个方法哈 set对象 这个set几个对象 triset这个几个对象 是没有get方法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获取 它的这样一个 每个 每个元素的这样一个 获取它的每个元素呢 好 这里就会用到一个 迭代器 迭代器 iterator方法 iterator方法返回的是 iterator接口 也是在加瓦 UT额包里面 这个iterator接口 我们实际上是专门进行 对collection集合进行迭代的一个 迭代器 好 也就是我这里不可能向 这个 list加一个对象去便利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 remove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下 has 接下来 接下来 我可以把这个object对象 打印出来 勾比接 接下来 接下来 运行一下 看看 出现的 你会发现 虽然我添加的顺序是添加10 添加7 添加1 但实际上我去便利它的时候 是从最小的这个值 元素开始 最小的这个元素开始 那这个就是set集合 set集合 它的便利呢 首先得将set集合对象 转成一个迭代器对象 iterator 然后再通过iterator去便利 它的每个元素 tree set呢 只要是set集合 它的目的都是有序的 会排序 会对添加进来的这样一个元素 来进行排序 好的 这个就是tree set 去set 那以此类推 如果我要使用hashi set呢 hashi set的话 它也没有get方法 那同理也只有将它转换成 iterator的这样一个迭代器 好 hashi set 因为加奥的迭法是免许在一个生命周期内有相同的变量 nuh hashi set 它的方法 要比这个tree set要少得多哈 你看它真的很少 那接下来 一星 出来的效果还是一气势 虽然表面上看它们的方法哈 都差不多 但实际上它们顶层实现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通过hashi表来实现 还有一个呢 是通过二叉数来实现 至于哈希表和二叉数 同学们如果想要仔细了解底层的话呢 就只有去看数据结构了 OK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本次课的一个介绍的重点 set 结合 哈树 主要介绍的就是set接口的两个实现子类 一个是区set 一个是哈希 set set跟Lisa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个有序的序列 有序的序列 OK 那同学们请仔细 好下来仔细看一下 treset和哈希 set 好 那我们等次课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 好